美国表示正在与盟国商讨采取军事行动 应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对反对派的血腥镇压 利比亚反对派试图结束卡扎菲42年的独裁统治 美国官员星期一说 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之中 其中包括设立禁飞区来防止卡扎菲的空军 对控制利比亚东部和西部部分地区的反叛者 实施更多的袭击 英国首相卡梅隆表示 英国也在计划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 美国几名指挥官说 正在把海军和空军部队派往靠近利比亚的地区 为奥巴马政府提供开展人道和其他行动的条件 美国国务院说 华盛顿最近几天一直与利比亚反对派保持联系 了解他们的需求与担忧 但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赖斯说 在反对派各个派系 还在争取更好的组织起来的时候 讨论为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的时机还不成熟